總統參選人侯友宜 來台東參加聯合造勢活動 在支持者簇擁下金場 民眾相當熱情 侯友宜花了10分鐘才走上台 台下支持者揮舞國旗相挺 台上的在地藍營腰腳也幾乎到齊 前台東縣長吳俊麗 國民黨秘書長黃建廷 立委參選人黃建斌等人也都到場 我們要的是客機 不要戰機 我們要的是商機 不要是危機 暗奉蔡政府執政觀光客不來 農業產品賣不出去 占機三不五 舍在天上飛 唯有侯友宜才能創造兩岸和平 絕對的潛力 絕對的腐敗 更是絕對的說法 欠水 欠電 欠土電 給他欠民進黨 沒有給我們台灣人民 會失禮而已 一種的民進黨 沒反省 沒感到 愛我留待 侯友宜炮火猛烈 但也不忘宣傳政機 推動花東快速公路 東不快鐵也要將農產品 銷售全球更拋出只要當選總統 就讓行線紀念日放假一天 我們台東的館公大發展 我們農業產品不可以處理 所有人都在這裡黯穀露驕 而在造勢現場以來兩位水面嘉賓 國民粗生阿嬤曾在自甩時 侯友宜上前關心讓她神神感動 特別致贈包子和棕子 愛心菜飯陳樹菊阿嬤也現身送上菜頭 力挺侯友宜順利當選 記者鍾成梁 東一宣 台東報導 和別人的顏色